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3月26号 彦荣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所预告的议态 那么在粉丝团当中的预告 那么也跟会员朋友所做的预告 那么议态四支涨停板 那建伟的话 是最新一期的周报的 所做的一个分享 两支涨停的 那现在这样的逻辑观念 我们再度选到了一档 它叫做宏图大展 宏图大展 它会即将会像过去 在2月份 1月份2月份 邀请大家的这个康权 以及这个中阳光 还有浮华 少则50% 多则7、80%以上 所以这个宏图大展 即将狂飙 请大家今天 务必要留言128加1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台股在今天 可以说是非常的戏剧化 但是如果 你在今天早上7点钟之前 有去阅读我的LINE的发文的 你对今天这个走势 一点都不意外啊 为什么 因为完全命中 那这一部分 我等一下来再来跟大家谈 首先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段期间 最近这一个礼拜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来跟你分享的 首先看到这里 好你看到了这个叫做液态 液态我是在3月14号呢 我也直接告诉会员 同时我也告诉粉丝朋友们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液态到今天已经拉出 第四支涨停板了 从最低点就开始预告哦 好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是这个3月23号礼拜六 今天是26号 就是最新一期的周报 刚好是第23期 那么所分享的这个建委 那么是两天两支涨停板 两天两支涨停板 那另外呢 杨华也是最新一期的周报 所做的分享 然后呢在昨天啊 昨天因为家里突然有点这个 突发的状况哦 那我呢还是到公司来 大概来了半小时 但是其实我很早哦 大概4点半就起来 准备录了这个广播节目 还有呢就录了一个 没有影像的这个YouTube影片 那虽然我来公司差不多半小时哦 那么把一些该做的动作 比如说该进的 昨天进的叫杨华 杨华进是62块半 好62块半进的 那在今天来到67.4 那当然我没有让你报上报下 好那么你看又杀回来 62.5不就又成本区了 所以我今天啊 在这个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66.5以上提醒先出了一趟 好先收割了一半 然后呢 这个股票就来回操作 所以你参加彦龙老师其实 你放心 第一个我不会让你报上报下 第二个如果是不对的股票 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我就不用坐在这里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胜率很高的操作逻辑观念 把赚的放到口袋里面 然后如果看不对的 尽量让你保本或是减少损失 让你先把他 这个现金先拿出来 得到更好的机会 再重新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彦龙老师的操作逻辑观念 好操作逻辑方式 所以呢 如果你错过了彦龙老师 从这个最近这段期间 3月6号以来到3月20号的翻倍达标 或者说你错过了上述的 这几档股票的朋友们 你不要灰心 你今天只要加赖进来 加赖进来 那么透过小老鼠小A178 加赖进来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留言128 那么电话或是128LINEID 那么彦龙老师呢 在这个地方啊 就要跟你来分享 全新的布局的标股 它叫做宏图大展 当然要提醒大家啊 这是全新的频道 请大家记得要订阅影片哦 那么在这个地方 有重大事项的说明 也会第一时间录制影片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来阅读 来这个收看 那也欢迎大家感谢大家 在影片上来鼓励愿容 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那我想今天这个盘真的很戏剧化哦 其实我7点钟之前我就发文了 我就发赖了 我就提醒上半场整理 但是这次我用的措子 比较没有那么辛辣 我通常会说 上半场拉高之后呢 会下杀 那下半场呢 关键指数首稳它会拉高 那今天你来看哦 今天这是今天这个3月26号 早上7点钟之前我就发文了 好我说 留意26号是否上半场整理 下半场才有拉高的机会的可能 那今天是不是真的上半场就这样整理了 下半场是不是拉高了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我的A指标告诉我的 这种现象 只要我的A指标出现 我所看到的现象 它就会呈现这样子的格局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上半场要去卖洋滑 就这个逻辑观念 所以今天啦 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包括在 今天整个盘市的一个看法 还有呢重电股 哇最近当红炸子机 137提醒的试电 涨了1.3倍上来 那这个族群怎么看 好来看大盘哦 大盘的部分呢 你从在今天的K线格局来看哦 今天杀低之后呢 回测下来 跌破整个这个 中长红K线一半的位置 好这是20020好那么在20020 20030附近呢 一跌破之后呢 瞬间急拉上去 有没有 瞬间急拉上去 回复到20030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是超跌的 这个是超跌的 代表20030 它其实这个手盘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第一个K线格局这样看 那再来这是组合K线 那另外单日K线 它呈现的多空双方的心态是什么 这叫做仿锤线 类似仿锤线 就是一个实体的 实体的一个K线 不管黑K或是红K 留下上下引线 那这个实体的部分可能 可能就是震荡的幅度很小 一个小红小黑 那带上下引线 这叫仿锤线 仿锤线它代表了一个市场心理的状态 大部分人的心理状态 把它描写成 在这一根K线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叫做多空打仗 多空正在打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说起来比较广义的定义 看起来应该是多空不分宣制 就是说势均力敌 势均力敌差不多 那么多方 匡方略胜一筹 又什么 因为这个上引线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守在20030之上 来到20126 显示这个还是一个 多空不分宣制 不分没有分出胜负 明天再来一次 明天再来一次 如果回撤到20030以下 马上就拉上去 甚至连回撤都没有回撤 代表这个盘马上又要攻击 记得我跟你提醒的 每一次多头市场整理就两天 你看 这是顺杀第一次的整理 明天第二天 又是标股的买点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整个目前的看法 RSI的部分 为什么留下眼线 因为RSI回撤前低 有支撑 所以现在变成RSI足三只脚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整个盘看起来是多方看待 明天如果再跌不下去 就是换手成功再攻 所以如果你每一次都错过机会了 你这一次不要再错过了 好不好 把握这个机会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你加赖进来 那么你直接在赖当中来询问 厌老师会尽最大力量来协助你 甚至帮你做太弱换墙都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很多股票杀的很惨 杀的很惨 你所知道的强制股 所有的名嘴讲的股票今天都在杀 那这个真的在这个地方真的 来不及一一跟你点名 我们只在讲这个重电族群好了 那这个在2月16号 YouTube影片为证 我特别跟你讲了试电 因为K线创高 A指标创高 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跳空转折 这就是供给的讯号 这个就是主身段的选股逻辑观念 那么先走这一段 先走这一段 那么接着回撤之后又是低位阶 跟这个一样 10日均线20日均线为止 又是低位阶 然后再攻这一段 所以风电智慧电网的试电 去年的每股盈于4.5元 那么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A指标数据不断创新高 代表将来回撤到低位阶之后 还是要继续攻击 还是有机会创新高的 所以这就是整个我的选股逻辑观念 因为考试知道答案 为什么知道答案 因为开线创高 那最重点就是A指标数据创高 代表第一位接之后还会创高 这叫做考试知道答案 所以你说说看 建委有没有知道答案 有啊 所以为什么3月23号 为什么3月22号不讲 因为3月22号没有出周报 那只能在3月23出周报 就这样告诉你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看到说两天两次涨停板 就在这个地方的逻辑观念 一样的 一样是低位阶 有没有 还有就是这个阳滑 触控面板的阳滑 去年每股盈于3.75 这是一个大转机 你看到没有 一样 一样的逻辑观念 对不对 一样的逻辑观念 然后回撤到低位阶 然后有一个转折的现象出现 所以当然要提醒嘛 这个是周报的提醒 还有我昨天啊 所录的那个没有人的影片里面 你也看到了这档洋滑不是吗 好所以呢 燕荣老师就是透过一个 胜率很高的选股逻辑观念 所以呢 你股票要怎么还心呢 要怎么样实现梦想 你就是要中压 你看得懂就中压 你有把握就中压 谁能够给你这个把握 那就是燕荣的A指标啊 我在证据月17年发明这个工具 好那么我会知道什么 我会知道说大股东进货的现象 好那么大股东进货的现象是什么 产业谷底啊 所以我看得懂产业 我看得懂产业 但是你很多人谈产业是谈在这里 这里对吗 这里不对啊 这里是对的 因为A指标数据回撤前提 跟大股东同步进场 产业谷底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对 因为这个现象叫做大股东要出货了 产业到顶了 所以我们也懂产业 好那么因为我们有指标来辅助 我们看得更加明确更有把握 所以主力三大法人进货的位置就这里 主身段的起点 我们分析筹码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很多人 跟彦老师说 跟彦老师一样说 有所谓的主身段 我的主身段是买低点 很多人的主身段经常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这是大股东要出货的 是不是 那我也知道他主力大股东 主力跟三大法人出在哪里 筹码松动了 就是当这个现象出现 他也看到大股东出掉了 那一个月以后才公布的 一些大股东的一个申报转让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他会出在这里 因为大股东的一个资料 他事后是 申报以后呢 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呢 有时间差 所以主力三大法人看到之后呢 辣高赶快逃命 赶快逃命 就是这样的逻辑观念 但是我们都看得懂 我们透过数据看得懂 所以你跟着叶龙老师 就像考试知道答案一样 当然我不能跟你保证 但是有一个很高的胜率方式 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几率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你说说看 你要不要来跟上 是不是 确认成功形态 又是买在低位阶 然后呢 透过A指标的一个位阶 会知道空间有多少 对不对 所以几乎每次都出在相对高点附近 华裔 30%出掉跌下来 元三 出在这一天涨停板 9点钟之前 你只要定的是低价 你全部都卖涨停板 所以会员全部卖涨停板 20% 爱马仕操作两趟 分别是22%跟26% 卖完之后 相对高点去卖完之后 连续下跌到现在 这就是A指标的威力啊 A指标知道主力三大法人 以及大股东出货的现象 怎么认证 就这么认证啊 这大股东出货的现象 这主力三大法人出货的现象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晏龙老师就是来跟大家分享 好跟大家分享 那么如果你这一次错过了 这个3月6号到3月20号 四档股票资金翻倍的 哪四档就是这四档啊 好你超过这四档 我们现在还是沿用一个 一档20% 好那么四档资金翻倍快散 一档28快散快散 这样一个一个动作 那当然今天啊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宏图大展这档股票 我认为远远会超过20% 那这一次 最近一次的操作就是艾玛士 艾玛士 艾玛士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3月7号 在我的资金当中 你如果还不是我的资金成员的 你可以到我的资金主页当中 3月7号发周报那天 我邀请你 我说我有一档爱不释手 那如果你原本就已经在资金里面的 我有传给你的 你去看3月7号那天 爱不释手 那我说这是私房的标股 私房的标股 那3月11号开始出去玩 3月11号当天9点钟之前 9点钟之前定269以下买进 269以下买进 那么当天是收到280 3月12号这天最低价273 那么我定275以下买进 273买到之后 当天收涨停308 3月13号两天了 两天以后 从268拉到多少 拉到328当天 发两个讯息做卖出 一个是325 一个315 最高出到325 有穿架来到328 好那你看看 才两三天的时间 转折才出手 收割快快有 不让你等待 不让你等待 然后呢我说 我也预告说有D要买回来 什么叫D 就10日均线啊 当天也发了三次讯息 为什么要发三次 因为小型股 我不能所有会员全部下去 全部下去的话呢 主力就算出来的 他就不会拉 所以我就派出我的三 三个部队 一军二军三军 慢慢的推上去 那就在走旗里 下棋一样慢慢推上去 所以你看哦 这个地方就是 第一笔买到280 然后当天收297 不管你买280 283或290 当天是收297的 隔天收多少 隔天来到327 再隔天359 再隔天395 一路一路往上狂飙 这就是我选股之后 第一买之后 往上攻击的节奏感 各位朋友们 这样来选股逻辑 我再度选到了一档股票 再度选到一档股票 它叫做宏图大展 它叫做宏图大展 你错过了3月6号到3月20号的 华裔30%收割 爱马仕两趟都超过20%的收割 像这样四档资金就翻倍了 我在最近跟你预告的意态 四天四支涨停板 杨华今天又差一点涨停板 各位朋友们 你错过了吗 没有关系 今天这档宏图大展 请你务必一定要跟上 宏图大展 请你在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128加上09开头的手机号码 或者是128加上赖ID 把它留下来 然后在我的赖当中来留言下来 那我就会带你买进 将来即将狂飙 少则50%多则780% 让你一档翻身的股票 请你一定要把握 那么如何把握 如何留言 透过赖ID搜寻 当然你也可以拨打2365的 电话进来也可以 当然记得也要订阅 艺朗老师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好那我想今天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几档股票 尤其今天这个盘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成功的洗盘 这个换手换的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那接下来我觉得 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Cold World概念股 就是这个3E3E的红数 红数的话呢 K线创高 A指标数据创高 那今天比较可惜 是跌破20日均线 但是我们在整个观测上 它第一次来回测 30日均线的惯性 我认为它对多方是有利的 是有利的 所以明天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它是否有一个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缩角 就是今天是中长黑K线 对不对 明天震荡幅度要很小 这叫手盘 如果明天开高 然后在这个中长黑K一半的位置 出现了红K 小红K 那这个就是什么 强势的攻击讯号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当然Cold World概念股 其实在台积电的一个投片方面 去年的12月 它的投片量约莫是1万3千片 1万3千片 到这个今年年底 它的估计大概有到3万3千片左右 3万3千片 每1万片 它所需要的基台 大概以红数来讲 大概要20台 一台约莫大概是150万美金 那其实你看 从去年你看 从去年是1.4万片 到今年年底要到3.3万片 这是倍增的 倍增 那法人保守估计它的每股盈雨 如果是不要说倍增 50%就好 大概每股盈雨 是从21块来到32块以上 所以 这个股票其实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尤其在惯性上 如果第一次来回测这个月线 那么或者说 在这个地方啊 整个指标只能够守稳 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做观察的 好不好做一个注意 好两尾6290的两尾 它是连接器的族群 受惠于AI的一个运用 出货持续加温增加 那么一样有K线有创高点 然后呢 A指标有创高点 这是很明确的成功形态 那当然今天这个资料是旧的 那么差异 这个是上半场的资料 下半场哇杀得好惨啊 中长黑K线 主要是消化这个套牢的筹码 但是一样的 研判方式你来看一看 它是不是跟红数一样 是不是明天能够出现 震荡幅度的这个小K线 缩角小红小黑 或者是能够出现一个 长黑K线旁边 直接开高 然后在长黑K线一半的位置 然后出现一个所谓的一个 小红小黑 这就是攻击的讯号 好不好这个是很需要盘中判断的 所以你现在加赖进来 如果有问题 盘中都可以随时来做一个提问 好这个是低价的Cowl Wars概念股 6425的一发 它是一个转机题材 那今天它是相对很强势 今天是一个红盘 K线的创高 A指标数据的创高 然后呢是守在一个均线附近 一个低位阶 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行 所以这边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股票的部分 那么其实关键价位 如果能够守稳 当然我都不希望大家追高 因为这两天的震荡幅度 是比较大的 不要去做追高 如果有回撤到均线附近 再来看一看 好杨华 那么这是很棒的一个股票 那么它的一个转机题材 今年的美股盈余是 去年是3.7元 那么外资也是持续在做任养 K线的创高 A指标数据的创高 再再显示 这是有成功形态的 那同时为什么我在3月23 我要去跟大家预告这个股票 周报要去做分享 因为它出现了一个低位阶 然后转折已经出现了 今天最特殊的地方 是在这一根K线 上下大幅度的震荡 然后呢它又能够收高上去 这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换手讯号 换手讯号 所以呢 当然包括我也不是叫你说 你现在去追洋华 追洋华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会员还有一半 那我们今天有先 先跑了一半先收割 那这个股票就是要去做一个来回操作 我也不希望你来帮我的会员抬轿 如果你愿意 那实际上不管是洋华 或者是义发 或是梁维或是红素 我都不认为它是名牌 一张股票可以买不可以买 不是说他叫做什么名字 不是说他叫做台阶店 也不是他叫做红海都不是 重点是他的位阶 位阶他如果能够在低位阶守住 不是到低位阶附近是要能够守住 这都是需要判断的 这需要判断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有时候要省了一点点手续费 省了一点点服务费 说真的你光是自己买错了一笔 这个服务费都可以付很久很久 那甚至你这笔服务费 给他花下去以后呢 可能可以赚好几倍的服务费 回来也不一定 所以这边的话呢 人家说偷鸡都要18米 真的还是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所以呢这个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这些股票真正的买点怎么判断 或者你想知道什么价位可以买 也欢迎大家加赖金来留言 比如说杨华买点加1 亿发买点加1 梁维或者是红素的买点加1 那燕隆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留言 好那当然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燕隆老师的操作是很灵活的 我随着行情的一个变化 来做调整 那当然大部分的一个股票 那么现阶段的话呢 就是还是快展1档20% 1档20% 4档资金翻倍 除了今天这档宏图大展以外 当然我刚好最近选了好几档股票 都跟宏图大展很像 更何况你只要赚20%的话呢 其实呢都非常简单 但是我认为这几次选的股票 包括宏图大展开始 可能都有50%以上 甚至78 80%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形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这次错过了我3月6号 到3月20号 那么所设定的20%快散 四档资金翻倍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的没有关系 你今天呢赶快来把握 就像我们这个逻辑观念 在四次的液态 四天四支涨停的液态 也是这个逻辑观念所预告的 包括杨华今天差一点涨停 包括建委两天两支涨停 这些都透过预告的 那主要逻辑观念就是成功的模式 不断复制 所以下一档宏图大展 下一档宏图大展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跟上 今天呢加赖进来留言 128加上手机号码 或是128加上赖ID 那么晏隆老师那就要带你来买进 短期内有机会少折四成五成 多折70% 80%以上的这档股票 它叫做宏图大展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加赖进来 透过赖ID搜寻 或是刷QR Code的方式来留言 那来跟上叶隆老师的脚步 也欢迎大家订阅叶隆老师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